这种多少钱一克? 也一样的,19块8呀 19块8,这个能打折吗? 不打折,听话 不打折啊? 多少钱一克呀? 10块11克 10块钱一克? 10克呀,您家卖的? 9块 9块呀 那边大理古城一强之隔过南啊 这条街啊,这两边也有很多很多银食店 就是我们每走几米就能看到一两家 但是这个价格也是很不一样 刚刚我去旁边那家看的,他给我说的9块 那边是9块8 这个价格相差了一倍呀 本来呢,刚才我都准备去买了那个 但是今天没带手机 然后晚点我要去双篮了 所以说我想去双篮那边逛逛 然后再回来看 看买不买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奶奶 我现在在大理的双篮 本来呢,我以为在大理古城外面那条街的银食店啊 都已经很便宜了 毕竟价格相差了一倍嘛 没想到啊,我到了这个双篮啊 发现更便宜 甚至还有6块啊,5块这样的 所以呢,大家来到这边一定要多问价,多比较 要不然就会上当吃亏的呦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一看啊 其实不管我们是在大理古城啊,还是在这个双篮古镇 我们随处都可见这种银食店 它的门口呢,基本上都有一个小团摆着 有的卖20,有的卖30,有的卖50 它跟你说这个是925银的 不够纯,所以便宜 但是其实呢,它连925银都不是 它不是纯的,它上面是镀了一层 然后它里面是加的那种白桶啊什么的 那它们这边最出名的,最有名的呢 是这个雪花银,是手工的 三个9的,如果是达到这种纯度的 一般就要到12块钱,13块钱 最低最低的话,可能也要在10块钱以上 本来在大理古城对面那条街啊 有一家店,我看中了一个手桌 它给我的价格是9块钱 我都已经准备买了 但是呢,第二天我要来双篮 当时我没带手机嘛,所以比较匆忙 我就想着从双篮回去的时候再买 但是我过来一看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它其实是机制的,不是手工的 那种机制的呢 其实在这边的话就是6块钱一克 所以说这个猫腻啊 这个水还是挺深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的商家呢会一次冲好 他会把这种就是机制的 当手工的来卖 就是6块钱的,甚至卖到十几块 我们逛了好久啊 逛了好多家,也问了好多 然后前面那家就比较合适 昨天晚上我也去看过 所以说我决定去那家去买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 去看看好多家还是比较合适 我们家款式比较多 我们基本上自己做的款式比较多 对,因为他们家款式还挺多的 因为昨天我也去逛了很多嘛 还是觉得他们家的价格呀 还有什么的都比较矿 我就是试什么就是什么 是吧 对对对,我什么材质 我就给你讲清楚了 他们家门口也是百中摊嘛 这种银饰30块钱一个嘛 但是他就告诉我这个银饰啊 他就是要变色的这种 就带久了他会变色的 就是不是纯银的里面有杂质的 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实诚 就决定在他们家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你看我这个左手边这个是机制的 就是机器做的是吧 然后这个是手工做的 但是拿到手上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三个酒 都是三个酒是吗 都是三个酒 但纯手工的就不一样 纯手工的话是可以融 不然重新扣款是 而且可以食用,可以煮水喝 机器的就不行 机器的就融不了 相当于这个是食用银是吧 对 这个还挺好,还可以哦 这个花有点复杂 这个其实还行 就看穿什么衣服还行 我觉得老板手上这个比较好看 他说跟这个桌子是一天做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就要买的话 我觉得还是买这种 有点那种款式的这种还挺好 你这个有点重可能啊 它是实心的 这个桌子比较羞气一些 好的,您看一下这个 这有多重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特色一点 对,这个比较有当地的特色 把老板娘手上的那个给他取了 他买一股 44.9 好 双蓝骨子真的是好漂亮啊 特别是晚上又比较热闹 但是它也不会是很嘈杂的那种感觉啊 这逛了一圈啊 又消费了啊 又买了一个桌子 那现在也比较晚了 我准备回客栈去了 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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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